传播委员会及相关单位警述已出面答复 三 第一案及第三案令定期继续审查 四 第二案审查结果第六四条条文修正通过 五 第四案审查结果修正说明栏内文之后 第一条条文章案通过 六 第二案及第四案审查完聚 拟据审查报告提报院会讨论 院会讨论前不需交由党团协商 院会讨论时由召集委员陈雪生补充说明 通过临时提案六项散会宣论完毕 好 请问各位委员对议事录有没有意见 没有 我们议事录确定 现在介绍在场的委员 首先介绍李昆哲委员 郑宝庆委员 好 再来介绍列席的官员 交通部吴蒙芬长次 好 还有 交通动员委员会直觅 黄定环直觅 陆政司林济国司长 杭政司陈进生司长 邮电司林茂雄司长 公路总局 赵新华局长 国工局 陈彦博局长 台铁陆杰森副局长 高铁局 胡乡林局长 观光局 学华军局长 中央气象局 新局长 新债勤局长 民航局 方志文副局长 航港局 韩国工局局长 行人院国家灾害防救科技中心 林里要副主任 还有主秘 李维森 李维森 主秘 李维森 主秘 在后面 好 现在请议事人员宣读本日的会议议程 邀请交通部既所属救災害防救相关业务 练习报告并被咨询宣读完毕 好 请交通部副长报告 主席各位委员 今天交通部应邀列席贵委员会就灾害防救相关业务提出报告 本人深感荣幸 本部依照灾害防救法 灾害防救基本计划 定颁有路上交通事故 海难 空难 灾害防救业务计划 并依各类灾害之业务计划为尚未计划 责成部署各机关 纳入其机关之灾害防救计划内 订定有关灾害通报应变等作业规定 以强化各机关灾害防救整备通报救灾应变处理等相关的措施 并提升灾害预防减灾整备及救灾应变以善后复原重建的能力 建议交通建设及运输服务与民众的生活息息相关 面对近年来气候变迁异常 本部致力建构完善的交通防救体系 以及来落实推动 并透过滚动式的检讨来管控风险 减少灾害 随时依现况及历次灾害检讨改进 测进交通设施灾害防救的业务 来提升各机关从预防减灾或离灾应变及灾后复原等重建的各阶段 灾害防救工作来执行能力 以减少灾害发生以民众生命财产的损失 提供民众更安全便捷舒适的交通服务 至于有关陆上海上空难方面的各项的这个防救灾的计划详细内容 请本部交通会的这个黄执行秘书 在这边向各位做细节报告 敬请各位委员支持指教 谢谢 好 接着请黄执秘 主席各位委员 以下报告交通部灾害防救业务 依灾害防救法第三条规定 交通部为路上交通事故海难及空难之中央灾害防救业务主管机关 均以定有相关标准作业程序 据以执行灾害之预防减灾应变及复原重建等工作 交通部及各部署机关均有依计划办理各项交通事故之灾害防救演习 及教育训练 以熟练各项交通事故之应变标准作业程序 当重大交通事故发生时 依行政院核定之灾害防救业务计划 及中央灾害应变中心作业要点等规定 启动紧急应变机制执行各项应变措施 海难部分交通部为海难灾害防救业务主管机关 负责海难灾害防救业务督导指挥及协调 交通部航港局统筹主办海难灾害防救业务 依据灾害防救法及海难灾害防救业务计划规定 各港口区域内置灾害 由该港口辖管机关督导经营管理机关应变处置 港口区域外由海巡署办理 并依需求由国家搜救指挥中心提供资源 海难灾害预防 海难事故可由环境、船舶、人员等三大面向检讨 环境部分在台湾周遭海域之海气象 亦受季风因素影响而增加船舶航行风险 船舶因素包含船林及船体结构及机器与设备状况 人员包含船上的所有船员、船东及相关船舶检修人员 以往台湾海域发生海难事故之原因 常因天候不佳、设备故障或失火 船舶碰撞、触礁或搁浅、船员疏失 造成人命与财产损失 交通部已就前阶面向定定有 强化国籍船舶舶航行安全管理计划 以避免海难事故发生 另已择请航港局会同台湾港务公司举办海难灾害防救业务讲习 及港口海难灾害防救演练观摩 以强化各级机关防灾救灾意识 落实船舶检查、船员训练 增进海难灾害防救与应变时效 强化航行安全 海难灾害应变 依据海难灾害通报规定 当基隆海岸电台台台北任务管制中心或渔业电台等单位 收到海难预险警报讯息时 应立即查证转报海巡署勤务指挥中心 及国家搜救指挥中心 指派世界船舶或直升机前往搜救 另依上港法第27条及船员法第72条规定 船长均应优先通报商港经营管理机关或主管机关 以便施救减少人命伤亡 灾后复原 为确保事故周边水域航行安全 发布船航布告 并透过海岸电台及渔业通讯电台 周知过往船只注意航安 令督导相关机关 依据全责实施灾损区域之复原重建工作 及阻碍航行安全船舶或漂流物资移除工作 未来工作重点交通部将持续于重点水域 办理船舶安全管理抽检 要求客船船东定期落实安全检查管理 加强船舶检查 强化船舶进出港安全查验 加强外国籍船舶之进出港船舶安全检查 积极办理船员专业训练及提升船员证照考试水准 并将扩大办理年度海难灾害防救业务演习及救灾演练 结合政府及民间横向单位动员救援能量 进一步落实对于船舶事件的防范措施 另以掺着台湾实际海难类型及海难灾害成因 修订海难灾害防救业务计划 空难部分 交通部委空难灾害之中央灾害防救业务主管机关 负责指挥督导协调中央相关部会 民航局 航空站经营人 及各地方政府执行空难灾害预防 紧急应变措施及善后复原重建等工作 空难灾害一旦发生 恐需面对大量伤患或罹难者 因此平日需备妥完善的应变计划 并要求相关人员熟悉计划内容及程序规定 才能充分发挥灾害防救及应变之最大效能 仅分项说明如下 以订定完整之标准作业程序 交通部处于灾害防救法 拟定有空难灾害防救业务计划外 以督请民航局订定空难灾害抢救作业标准手册 落实航空器航物及机物作业督导与查核 及民航业者 与废航前之危险物品作业查核 安全策划督导等事项 令桃园机场公司及民航局所属航空站 亦定定有空难灾害紧急应变处理作业程序 以作为应变处理之准据 二 加强整備训练演习 将入部每年军队地方政府航空业者及航空站经营人 办理空难灾害业务奖席 民航局亦定期办理 空难中央灾害应变中心进驻单位通报测试及演练 并督导桃园机场公司及民航局所属航空站 每年办理空难灾害防救演习 三 落实应变机制 交通部民航局及所属航空站 桃园机场公司均以制定其灾害紧急通报作业要点 建立各空难灾害防救相关部会资料库 定期进行通报联系测试 并视伤亡情况 启动空难中央灾害应变中心进行必要之应变措施 事善后复原 以空难发生三日内 成立空难善后联合服务中心 以协助家属处理上障及保险理赔等相关事宜 并协助失事航空公司对受灾房屋伤者及罹难者家属赔偿 慰问救助金发放等事宜 未来工作重点 为健全空难灾害防救体系 交通部及民航局将持续依据灾害防救法及空难灾害防救业务计划 办理各项减灾准备灾害紧急应变复原重建工作 并督导协助航空站经营人、民航业者及地方政府 完备各项空难灾害防救相关计划及紧急应变处理作业程序 在路上交通事故方面 交通部辖管不同的路上运聚及交通设施 以下分别就国省道台高铁之应变机制简要说明 在国省道部分 交通部高工局定有重大灾害处理要点 灾害防救标准作业手册 高速公路养护手册 国道5号雪山隧道公路事故及整体防救灾应变计划等相关规章 公路总局一定有公路灾害防救标准作业手册 公路养护手册等 何组成交通部所辖国道省道灾害防救体系 以确保发生灾害事故时能立即采取有效之部署 救援抢救应变等措施 高工局公路总局所辖各工程单位 每年度参考近期发生灾例 办理相关灾害防救演练 其内容包括桥梁台风封闭 地震灾害 边坡灾害等复合式灾害项目 借以加强相关人员的应变能力 高工局公路总局所属各单位 接获辖辖区发生灾害时立即查证通报 一全则启动紧急应变机制 在局本部成立紧急应变小组 辖管区工程处成立紧急应变配合小组 并据辖管之灾害防救标准作业程序 执行灾害防救作业 当有影响行车安全余力时进行交通管制 交通疏导抢修修复等必要措施 使交通冲击减制最低及保障用路人安全 二台高铁部分 台铁局定有灾害防救业务计划 行车事故应变处理标准作业程序 高铁局及台湾高铁公司定有 台湾高速铁路交通事故整体防救災应变计划 并对各类型灾害之应变处置 就灾前预防灾中应变及灾后复原等阶段 分别定有相关标准作业程序及作业规章 台铁局高铁局与台湾高铁公司 每年度参考近期发生灾例 办理相关灾害防救及事故演练 经由标准作业程序强化员工各项防灾应变措施 及通报之训练 发生灾害时台铁局高铁局与台湾高铁公司 立即启动紧急应变机制 依全责成立紧急应变小组 并动员相关人力物力 执行灾害现场救援疏散避离 搜救及医疗救护设施设备紧急修复 旅客接驳灾情通报等必要之作业 结语交通建设与服务 和民众日常生活息息相关 因此交通部希望以跨越整合新智慧 打造幸福新交通为施政愿景 运用新兴科技 以减少灾害发生与民众生命财产之损失 提供民众安全便捷舒适之交通服务 以上报告敬请指教 好现在进行巡答先宣告以下事项 巡答时间本会委员10加2分钟 其他委员会委员6分钟 暂定10点30分休息10分钟 委员发言登记在10点钟截止 请委员如果有提案在10点钟以前提出以便意识人员会诊 中午原则上不休息请工作人员准备便当 现在请登记发言的第一位李昆哲委员发言 谢谢主席 各位先进大家好 主席请一下吴孟芬吴次长 请吴次长 还有气象局新局长 然后台鉄局陆副局长 陆副局长 NCC罗处长 NCC罗处长 国家防災科技中心林副主任 防災中心副主任 立委员早 副主任应该叫你林李还是 林就可以了 请问是副姓吗 副姓是林李 好 不好意思 抱歉 那 次长我先请教一下 今天早上是蚝雨 然后造成这个铁路的中断 那台铁的阴割到桃源之间 那在早上的时候 淹水超过这个轨道的路面 那造成这个延误 目前处置的状况是如何 跟委员报告 大概在8点55分的时候 已经全线双向抢通 东正线西正线都已经抢通了 东正线西正线都已经通车 那在6点45分的时候 是开始双线不通 那整体我们台铁通勤也非常辛苦 在抢通通勤的问题 但是其实也凸显两个关键的问题 第一个问题就是说 我们的接驳系统 因为6点45分开始不通 那其实这个台铁本身看到这样一个淹水 双线不通的状况 本来有思考要启动接驳系统 那这整个过程简单说明一下 这个部分 我从公路总局这边掌握到的信息是 桃源客运跟中立客运 都在中立车站跟其他临近的车站 去启动接驳的这个作业 但是到了这个西正线在7点多已经抢通以后 这个需求就已经减低了 西正线它抢通是单向双线 就是双向单线的这个 那细节形形是不是请陆户局长说明一下 陆户局长请简单说明 跟委员报告一下 那个我们台铁本来就有一套雨量的一个监测系统 那在6点45分发现它水淹过轨道面 按照我们运转过程就会暂时停止运转 那确实也就是那个时间 我们跟公务总局这些客运部门有启动 那也当场就派了公务单位在现场监控 那到7点25分 那么它那个水已经退下去了 我们发现说这个东正线它路基 有大概有10公尺有点流失 那按照西正线还是东正线 西正线 西正线嘛 对那东正线就可以先暂时限速60公里 恢复慢行这样同车 单线双向同车 这个部分就突显说我们的接驳系统要何时启动 因为早上是大家星期一通勤上班的一个尖峰的时刻 那虽然说我们台铁同轮非常辛苦的抢修 那在西正线路基有流失的部分 在目前也都已经抢通完毕 他流失以后我们就开始又回田了 好就是说这个接驳系统什么时候要启动 我们交通部要好好的去检讨 因为早上这个终究是上班的时间 这不只是台铁的问题 因为高铁有时候也因为转车机的问题 倒叉的问题 所以有造成污点 我们不管是台铁高铁以及公路总局相互的接驳系统 这个启动跟演练要非常掌握要非常正确 那早上这个其实就有点正硬 我完全认同委员的指教 因为实际上现在的瞬间强降雨 如果一个小时超过七八十的时候一定会淹水 那我们现在就是说 特别是在公路局这边已经能够从每个十分钟去看 那个雨量是不是会累积一个小时会到达七八十以上 所以这个部分我们会让台铁局 接驳系统之外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在于它的预警系统 我们的民众在早上台铁双线无法通车的时候 也等不到这样的一个接驳系统之外 也不知道状况是如何 整体的讯息完全无法掌握 大家只能在火车站在那边徬徨无助 这不能让我们搭火车通勤上班的民众 好像是被国家抛弃的人一样 这个一定都要有一个完善的告知的系统 我看只有台铁的脸书有简单写一下 其他的完全没有办法去通知我们的民众 所以接驳系统跟告知系统预警系统应该要妥善的去处理 这个请我们交通部要好好的去督促 另外有关于我们灾害告警的细胞广播的讯息系统 就是我们的灾害灾防告警系统 其实是分为两大类 这两大类就是地震速报跟地震报告 地震速报就是在地震一发生的时候 马上就会通知我们的民众 就是说它的规模是五以上 震度四级以上 我们会立即发放国家级的警报 就是所谓的地震速报 它是立即发出的 例如在5月12号 宜蘭外海的5.8级的地震 它其实就是以地震速报发给我们的民众 另外一种叫地震报告 地震报告就是规模四以上 震度二级以上 在地震发生之后 大概是5至10分钟 这个报告会发送给该区域的这样的一个民众 那其实这样不管是地震报告或地震速报 其实我们的民众 大家都希望能够在第一时间 能够接收到一个地震的讯息 这也是我在2012年就在交通委员会 首先就要求交通部跟NCC 要建立这样一个地震的预警的系统 但是在目前的这样一个状况 我们以5月12号这个国家级的警报 这个发放 来做一个大家的讨论跟检讨 是 我们看到同款手机 例如同样是iPhone 6的 有的就收得到讯息 有的就收不到 有的相同的电信业者 例如中华电信 有的人的手机就收得到 有的人就收不到 是 还有 还有某家的电信业者 其实就是远传 远传 号称那天他们在测试他们相关的系统 所以远传的市集 所有的民众都收不到 这个国家级的警报 是 另外还有一个问题 就算有收到 有的是很早就收到 有的是延误了 一至十分钟之后才收到 这整体的状况是如何 跟委员报告 就我的了解 目前这个系统是正在测试当中 还没有正式 就在试用 那这个 我们的机制就是 像地震的部分是由 这个气象局 他第一时间掌握到以后 就马上 转传给这个NCDR 就是灾防科技中心 灾防科技中心 再请各个业者 迅速的来把这个PWS 所谓的公共的这个警告系统 播放出去 那这个 这个部分呢 就用气象局 发布这个警报 对 给灾防科技中心 灾防科技中心 再发给业者 业者透过他们的细胞 广播系统 发给我们所有的民众 那我现在要请教你 是 在4G的手机 不管你有没有软体更新 或者是你的手机 是3月1号之前买的 或是之后买的 理论上 4G的手机都应该收到 地震粗暴 就是国家里的警报 是不是这样 请简单说明 是 这个部分属于技术细节 是不是我请通常会的同仁 跟 罗署长 报告委员 报告委员 刚刚委员垂行的部分就是 上月1号有认证过的手机 都会收得到 上月1号之前 手机没有认证的部分 就是刚刚陈吴刚刚委员 有的是收得到 有的是收不到 还是有的收得到 有的收不到 对 有这种状况 那我们现在所讲的 媒体所报导的 21款的手机 他其实收的并不是 所谓的国家级的警报 他收的是另外的 24个频道的相关的讯息 是不是这样 应该是这样讲 就是说 21款有认证过的手机 那因为这一次 发的是 地震 以5月12号是地震速报 那地震速报的话 它是会 在21个信息里面 那是其中之一 那里面有中文跟英文 都可以发送 所以它是 只发送里面的 这个信息集中的两个 因为它是 用到不同的 好 那我请教一下罗处长 我们NCC 也认为 这五大电信业者 他们相关的 国家的这种 预警的系统 他们的测试 是合格的 是不是这样 请简单说明一下 我们目前 因为之前在测的话 都是小区的测试 那这一次 利用到 5月 5月12号的话是 真正的是 全部的上线 上线来测试 所以我们发现 有一些 协定上有一些问题 要去解决 非常多 因为你们测试的区域 只有几个乡镇区域而已 台北 新北市 就是石定 还有林口 那另外 中部南投 南投就是在路股 那屏东 就是在相关的车程 以及满洲 除了林口之外 其他人口啊 很少超过一万人 而且你们不是整个车程 或是整个满洲 或是整个路股 或是整个石定 全体的测试 你们也只是在这个区域里面 人口已经不多的地方 再选一个特定的小区域 去做测试而已 所以说你们的状况是非常的多啊 是 因为我们 我们怕全区域测试的话 就会像 5月12号这样 全 全 这个 三个区域这样发送 所以我们那时候测的话 都是小区域测试 你们要做好宣导 因为 民众都希望能够在第一时间 就收到地震速报 重大的地震来起 多一秒 就多一分逃生的机会 那地震报告 大家也关心 各个区域的清流 他们所属的地区 是否平安无事啊 应该要去做全面的测试 而不是在一个小区域 人口没有超过一万的地方 然后在这个 没有一万人口的地方 再设定一个小区域 再去做检测 这样啊 是无法达到这样的效果 包括我们那小11的话 是要确定 系统都ready好了之后 才会做大区域 所以在调教当中 我们发现 有一些问题的话 我们不会 前面再做测试 我们会小地方 逐步的去解决之后 然后大区才会 全国性才会做测试 这样的一个灾害的预警系统 我请教一下气象局新局长 那气象局明显是背了黑锅 对不对 因为气象局所发出去的 就是一次的警报而已 你们猜到灾防中心 灾防中心也是一次的警报而已 对不对 然后传到相关的业者 他们透过他们的细胞广播系统 在这个环节出问题 是不是简单说明一下 我想地震预警 跟地震测报跟报告 其实在气象局的作业都是 当完成作业以后 就会把讯息破到官网上 在这同时 其实我们就把这资讯送到NCDR去了 好 这个部分 我们要赶快的去加强我们的检测 另外在于后端应用 日本是做得非常的先进 他们后端应用就是他们的 不管是交通系统 你家里的电脑 街头上的大萤幕 手机 在地震第一时间 都能够跳出我们的地震速报 那在我们台湾 目前只有 后端应用只有连到学校而已 是不是这个状况 是 目前 这个地震预警的这一部分 我们是用 以学校作为我们的实验计划 那在这后端的应用 还是透过 学校收到以后 透过广播系统去做广播 那当然这个成效如果不错的话 我们会继续往外面去推 我们后端应用也要赶快建立起来 能够在地震的第一时间 不管是电脑手机 电视或是街头的电视 甚至日本 连他们的贩卖机上面的跑马灯 都会显示出地震的讯息 最多他们的后端应用建立得非常齐情 而且我们台湾也是一个 地震非常频繁的地区跟国家 我们这个国家地震非常的多 我们要去加强这样的一个检测 相关的我们对于手机的NCC的罗处长 我要在这边要求你 对于手机业者要要求他们 赶快的跟民众宣导手机软体更新 主动的通知用户更新 另外要扩大测试的区域 尤其是人口密集的地区 另外也要将检测的项目 列为定期查验的项目 并且都要确保系统能够正常的运作 这个都是我们的一个基本的要求 也对于后端的应用相关的系统 也要赶快的建立 我们是不能等待 102年我开始要求建立这样的一个系统 到目前看起来是很落产 虽然民众有的质疑是为了要在520之前 要给马政府一个下台的礼物 不过这不是我关心的一个重点 也应该不会是这个样子 我们期待不是这个样子 因为民众的生命财产是不能开玩笑 是不能当成礼物的 这个我们都要好好的去定期的 来建立我们应该有的一个灾害的预警系统 这个请交通部 请气象局 请灾访科技中心 请我们相关的NCC主管单位 必须要站在民众保障人民生命的立场 赶快的全力的动起来好不好 是 我们遵照办理 我们接着请郑保清委员咨询 主席 主席 我们各位交通部的主管 现在请吴次长 请吴次长 还有请我们中央气象局的 新局长 还有民航局的副局长 方副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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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NCC的楼金贤 楼处长 政委员好 市长 韓港区 其实我们现在政府最高的 现在我们政府最糟糕的就是 我们所有的效率很差 几乎人家外国三天完成 我们要等六个月 那么这个效率非常差 最重要就是我们政府定的目标不清楚 刚刚你特别打悟说 国家级的警报系统现在在试用 是吧 是 还没有完成 是 什么时候可以完成 这个NCC 就是整个这个PWS 什么时候可以完成 原来的目标 楼处长 什么时候可以完成 包括委员 我们有好几个部分 包括那个 災丸科技中心这边的 有一个叫CPE的一个系统 还要跟我们业者 有一个叫CPC的系统要借接 那这部分的话 我们都照 依照原来的进度 在规划做测试 什么时候完成 你也不知道 那这个要有 因为NCT 它有一个CPE的系统 它那边还没有完整 开发出来 那我们 通常会负责 业者的部分 要配合它做一些测试 大概多久会完成 我现在问你 那这一部分的话 我们说它规划 什么时候完成都不知道 可能 因为有一部分的设备 我们要跟它借借 那这一部分的设备 的规格订定 是由 災丸科技中心这边来订定 要你什么时候可以完成 你总是要个时间表 因为这个 是不是要请 災丸科技中心 来回答 会比较正确 災丸科技中心有来吗 有来吗 来 来 快点 快点 时间先停一下 这个是 喔 那个 对不起 我以为是民间机构 是科技中心副主任 林李耀 副主任 什么时候可以完成 根据行政的规划 是六月底 七月会正式上线 就是六月底 就可以全部完成 整个国家的通报系统 是吧 是 最慢就是六月底 七月初就可以全部完成 是 部次长 是 你的这个 底下这种保证 你可以跟 可以跟着做保证吗 跟委报告 那个是我的长官 是你长官 没有长官 行政院的災防办 災防科技中心 不是交通部的这个单位 我知道 现在讲说六月底 七月初就可以完成 我想 交通部有信心吗 我们全力配合 全力配合 是 好来 我就再请问你一下 是 那个我们知道这个 这个 得翔台北这个 擱浅 在四门擱浅 是 现在处理情形怎么样 跟委员报告 目前呢 是 把他的这个 油啊 大致上都抽 抽出 但是还有一部分是在 他的油舱里面 现在船还在那里吗 船还在 为什么这么久了还在那里呢 现在 现阶段要做的就是把这个 在船舱内的这个货柜要先 这个 还有一百多个货柜要拿掉 拿掉以后 我讲到共同 政府的效率就是太差 这么久了 你认为这时间久不久 跟委员报告 以他实物上面的需要 现在这样处理 应该算是还算蛮快的啦 坦白说是 因为他 太久了吧 当然我们要 能够快一定要快 但是他这个部分 你认为多久是快 多久是快 这个部分他因为 食物上面他有 尤其是受到气候的影响 受到气候的影响 受到气候的影响 他不能工作 你现在告诉我说很快了 那你认为多久才是慢 多久才是慢 我想这个牵涉到一个 定义问题吧 你认为多久才是慢 评估的这个 大概多久是慢 多久是慢 你议估 一年会不会太慢 那当然太慢了 我们是希望能够在 八九月以前 一定要把它处理完整 这个我们在法律上 规定的很清楚 是 这个 上岗法令 第五十三条 对 就政府有责任去把它移除 这个船只 如果在船商 他没有办法 配合政府的要求 去做移除的时候 政府就要介入 一年不移除是太慢 你刚刚讲的 那当然 那我现在请教你 是 那么肯丁割浅的 这个阿玛四号 几年了 这个是不是请 齐局长 或者谁相同人来说明 因为阿玛四号我没有处理过 来 局长知道吗 也不知道 知道 这多久了 市长 是 他刚才说一年算太慢 阿玛四号放了15年还在那里 你刚才讲一年就太慢了 这个放了15年还放在那里 你说我们的行政效率怎么跟 跟人家全世界做竞争呢 我想过去我们 这15年还在啊 不是过去喔 你当次长当几年 我当次长两年 对啊 你刚刚讲一年都太多人 当两年还没有去处理啊 这个阿玛四号还在吗 所以我跟你说 我们的经济效率 是太大的问题 是怎么处理 那你说明一下 速度慢就是时间拖延嘛 阿玛四号刚跟通人请教 他是说当初评估之后 是不移除了 就直接当作是 當作观光用的是吧 不是当作是一个 請外国人来看说 我们在那边搁钱是吧 不是他是已经沉下去 所以是在 当作一个自然余交了 这个都在国际上有这种惯例 就是看他移除 跟不移除 有经过评估了 那阿玛四 这个我们不移除的 就是当初没有移除 经过六个台湧才沉的嘛 不是当初就沉掉了嘛 所以我们现在就是又是导果为因 我想跟委员报告一下 这个移不移除 当然按照公约的规定 如果他不影响航行安全 那不会造成环境污染 那以及当地的这个 我知道啦 那可能就不一定要移除 如果说照你这样讲的话 所有船搁钱都不要移除 就放在那里就好啦 当然 下一个问题 问题就是说 我们的行政效率太差嘛 当初都可以用抚养的方式整个处理嘛 到现在没有处理嘛 如果说以今天得祥轮来看 他船是搁钱 还坐在礁石上面 那当然一定要把它移除嘛 那阿玛四 我现在请教你一下 多久可以移除完成 我想这个 现在正在做这个大厂内的移除 预计是到 这个6月17号 货就全部移完了啦 接下来就马上去做船的移除 那大概什么时候完成 你告诉我完成的时间就好了 我想目前一定是在7月底之前 7月底之前 我们希望能够达成啊 我们希望是这样 好不好 对对对 那个刚刚啊 我们这个次长讲说 我们这个全国的警报系统 有我们行政案的这个 特别说明 在6月底7月初 就要开始实行 对不对 所以你这个7月底 可以完成所有的移除是吧 当然这个要看海象啦 你又可以看海象 海象不允许 因为我们现在讲的是工作天 如果海象不允许 那可能时间还会再往后 所以刚刚次长 如果往后一点 我们都可以体谅啦 我们是很苛刻的啦 对啦 就是说海象不允许可能会 海象的问题 差一点时间我们都可以接受 对对对 但是不要说离谱到又一年才完成 不会不会 好来 谢谢 接着我要请这个次长 是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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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我们这个政委员 郑英鵬委员 特别为了这个Uber的计程车的事情 那么我现在请教一下 请教一下 到底现在政府到底有没有管理 管理 对Uber Uber有没有管理 有 我们在强力起地当中 强力起地 因为我们 我跟委员报告 我们也跟Uber 不断的沟通 希望它能够 適当调整它的营业模式 来纳入国家的管理体系 不是啊 你现在起地都没有办法 達成你要的目标嘛 如果今天起地有用 他们今天就不会存在嘛 对不对 次长 但是他非法营运 他非法营运 现在对啦 你讲他非法 下问题是造成工权力太大的伤害嘛 工权力荡然无存 我们的工信率完全破灭 我请问你 計程車司机要不要缴税 要啊 要缴税 要不要缴保险 要 駕駛人要不要受管理 資格要不要受管理 要不要登记 要不要做消费者保护 要 通通要 所以政府也通通跟人家收钱 对不对 黑道啊 是收钱 我保护你营业的安全 现在是政府收了钱 不保护他们的潜力嘛 正在保护他的权益 没有啦 你哪里有保护 現在出这么多问题 现在不是只有Uber而已 现在还有什么 还有Uber型的 机车 知道不知道 次长知道不知道 我想今天媒体有一些报道 对嘛 你只说看媒体报道 还知道就糟糕了 现在北投台中都有 台南都有 叫做什么 叫做摩托车型的计程车 有没有管理 也没有嘛 欸 黑道跟人家收保护会 说完你又保护你的营业 现在政府跟计程车司机收了保护会 不保护人家的经营钱 你现在到现在起地有用吗 所以我们政府是要走在人民的前面 要走在事件发生的前面 到事情发生了又没有办法解决所有的问题 这是我们现在政府最糟糕最严重的问题 次长你知道吗 我想整个合法营运的部分 我们一定要保护他的权益 不是啦 你现在就是没有办法 这问题没有办法保护嘛 Uber今天还在营业嘛 对不对 我们郑印鵬委员为了做这事情 被骂得要死嘛 所以次长 我让我们政府要去想办法 现在已经有所谓的 类似Uber的这个机车出现了 机车的风险是很高的 对不对 比车子高 对不对 它发生交通事故的 件数远远超过计程车 对不对 那当然 对 那当然 那现在有所谓的 机车的计程车 我们政府有没有去管理 而且不是今天才出现嘛 这历史已经很久了 而且不是在乡下 是在台北投机很多嘛 你们不去扶导 你不去教他们怎么做 这个部分 我们必须要跟各个地方政府协同 一起去处理这些 所谓的违规的事件 或是并没有在现行规判下的商业行为 现在很多民间发生的事情 不是用起地可以解决嘛 你说起地可以解决 那Uber你们起地这么久了 我跟委员报告 我们对Uber 并不是只是在起地它而已 我们一直在跟他沟通 希望他能够建立他真正合议规范 他不合议规范 你还是用起地的方式嘛 当然他还没有合规范之前 我们一定要起地啊 现在问题是起地了这么久 还是没有绩效嘛 市长问题在这呢 我想我想 我还说你的起地 达到的绩效 今天不会衍生这么多问题啊 Uber的事情在全世界目前 都是这样在处理当中 对啦 我现在讲说市长 是 处理方法要有效嘛 是 我们处理方法没有效 尤其我们也修正的 对于违规营业的这些驾照的这个处罰 駕駛人的处罰 还有车辆的这个 我问你 这有没有啦 我简单说啦 你现在起地有达到效果吗 我想有效果 但是还没有达到我们能够满意的效果 我们那委员去申请Uber的 的执照马上就有啦 所以 市长 我们做正 我们在做政治领导啊 不是在做一个用蜜蜜蜜蜜蜜 说有效 实际上结果是无效的嘛 我现在跟你讲就是 你们通通要把这个类入管理 要看怎么管理 如果真的不知道 換 让他们去送啊 现在不是啊 你现在收了保护会 又不保护人家的营业 这比黑大还糟糕的政府 市长 我想我们会持续 努力来沟通 再来管理 但是我想处长 要回去好好前讨一下 包含我们怎么去辅导这些 有需要的 机车变成计程车 事实上我们 我们对于这个 现有的计程车也在辅导它 能够提升它的服务品质 所以这两行呢 是 主持人我今天说整天 是说两行的事情 我知道 这是Uber 这是汽车的问题 是 这都政府要去收 是 这为什么会产生 就是社会有需求嘛 是 好不好 好 我们希望回去以后 赶快给我一个时间表 告诉我什么时候可以完成 这些服务 好不好 我们来努力 谢谢 好我们接着请陈欧珀委员咨询 谢谢主席 市委很早 市委早 市委早 在5月12号 早上11点多的时候呢 在宜蘭 發生5点 8级的 这个强症 那我们这个国家的災害防救中心呢 也跟民众提到災防告警细胞的一个广播系统呢 有启动 结果一般的民众大概是地震之后呢 几分钟才收到信息 那我相信四位都知道这个事情 那我首先要请教一下 到底我们这个系统 有没有疫情作用 就我知道这个不是疫情的警报 我们这个系统没有疫情作用吗 包委员这个 这个系统基本上是利用地震很快的速报的一个作业 对于某些地方是有疫情作用的 就是说如果太靠近地震的地方 基本上它在震波到达以后 它才开始会有警告 但是那时候已经过时了 哪些地震大概 大概地震中央的几公里内就有疫情 基本上在地震 发生的位置60公里内 其实预警的效能是不好的 那我们现在建置的这个已经 看到这个已经 災害讯息广播平台系统已经完成测试 这个目前完成测试 这个系统到底有没有疫情作用 包括委员通常会报告跟委员说明一下 我稍微花一点时间 就是说我们整个民众手机收到的这样一个 国家级的警报 这样的一个信息的时候 它要花多少时间 第一个时间要花掉的部分就是 中央气象棋侦测到正央 然后把这个信息送出来 那以5月12号 那一报花出来的话 在上午11点17分14秒正央出来 那一直到11点17分35秒 也就是说中央气象棋 花了18秒时间收到这个信息 送到信息的一个广播平台 也就是科技在行中心这边的一个平台 收到之后再送到我们一个广播的一个中心 发送出去 那这个地方我们的系统 我们以往的测试 一般3G的话 平均在5秒以内就可以收得到 那4G的话是5秒 那3G的话要10秒左右 所以最多 差不多以这一次我要讲 最多的时间整个系统在 发送的时间是28秒 将近30秒左右 那如果正央在太靠近的话 那地震波送出了吧 刚刚中央先生讲 60公里的话 它以批波 就是说重波的发送 它是平均3到4公里 那以3公里来计算的话 那60公里的话有20秒 那也就是说20秒之后 因为我们30秒才发送到 所以之后的话 如果离正央越远的话 才有逃命的机会 如果在正央的部分 是比较没有逃命的机会 所以你说得很清楚 其实我也知道 就是没有疫情系统 没有疫情的作用 對不對 你现在从测制到地震的发生 到一直到你层层这样的程序走下来 事实上就要经过很多秒 至少要半分钟 但是我要提醒你 在日本他们是有疫情作用 可以做到提前30秒 就还没有地震还没有动的话 就开始有了 就是疫情系统就出来了 民众收到信息30秒以后 这个才感觉到地震动了 那我要强调就是说 为什么日本他们的系统 可以做成疫情的作用 我们连接点都做不到 别说我们有什么 有什么这个什么效果 事实上这个 你看那个南台湾这个地震 就我们讲黄金30秒 不是地震完了30秒 这个黄金30秒 是之前的30秒 所以我是要求你们 是了解一下日本他们怎么做的 为什么他们的这个 这个疫情系统呢 是建制的这么好 当然我知道我们目前这个系统 刚开始 我也各方面的一个使用 没有办法马上完备 但是我们是肯定这个系统 而且我要求是说 是不是能够比照日本 有疫情的作用 那我特别看了一下我们的新局长 你的脸书上有讲说你背黑锅 没有 你背黑锅嘛 你自己讲背黑锅嘛 到底背什么黑锅 你们跟大家讲一下 到底是我们科技 防災中心的问题 还是我们这个NCC的问题 我想因为这个PWS 基本上是透过三个环节 在做联系啦 那气象局得到资讯以后 是送到NCDR就是防救在科技中心 NCDR在传给这个所有业者啦 所以这里面有三个环节 那气象局其实在整个作业上 我们事后去检查完全是正常的 所以在整个环节有很多的抱怨出来 或很多的民众不满 其实都针对气象局来啦 因为上面的产品是用气象局的名称 所以很多包囊的电话跑到气象局 那气象局的同仁 除了在要很快去处理这些地震以外 还要接这么多的抱怨 基本上 我从我们局长的立场来看 整个事情 我的局里面的同仁 基本上是背了这些黑锅 我想的意思是这样子 局长齁 灾防告警信息的资料是有中央部位 地震当然是由我们气象局来发送 是 这个发送时间你刚刚讲你强调没有delay 是 所以这个部分你没有问题 但是我现在整个问题 包括我看到这个灾防中心这样的说 目前只有3月1号通过的刑事认证的手机 才有这个功能 那个请问一下 3月1号通过的刑事的手机到底有几支有 有这样疫情系统 没有 有这个 我们目前经过认证有21款 目前经过认证有21款手机 多少 21款 大概市面上使用了几支 就是这21款在市面上 以那个厂牌 行号的话都 有通过了 对对对 我们NCC 那不可能都没有啊 5月26号那天 5月12号那天 我报告是没人收到啊 报告委员 5月12号那边 确实有业者 以言传为例 它四季是没有送出来 那中华地区也有部分的 区域区也没有限制 所以哪个地区才有 才有这个 这个要发送的话 以中央机上去指定 它这一次5月12号的话 包括台北市新北市宜蘭 只有三个区域 的记忆台才会发送 那就奇怪了 宜蘭地区就民众没有 不要说疫警系统 地震之后也没有收到啊 所以 好几分钟才收到啊 因为有部分业者 确实 有些记忆台是没有发送 那 因为在整个测试当中 我们发现一些问题 我们需要去 要求业者去调教 这一部分的 我想你们 会后去了解一下 因为这个 这个是真的是 刚刚讲的 这个整个 防灾 从这个疫警到 这个地震的当时 怎么样去避免灾害的发生 这个其实也要 我们一直在做的一个演练 灾防的演练 那 这个呢 也应该在整个系统上面 能够 能够 也要求手机业者能够配合 那已经 台湾是这个多地震的地带嘛 所以 这方面的这个 我们应该有这个 比较防灾的一个 加强民众的意识 而且我也觉得说 应该督促业者 提出一个 比较具体的实陈表 是 刚刚你们也提到说 你们这个系统 大概7月份 可以完全建置好 那整个 这个演练也应该演练得好 是 这个我觉得这个 你们要强制去执行 这个部分 是 是 加强演练 不是啊 要强继执行 电信业者来配合 对啊 当然在演练过程当中 有需要 改进的部分 呃 单位 我们都会要求他 要去做改进 还有这个 有些长者 就年纪大的人 现在目前他们 使用3G 4G的手机 比较少 是 2G 使用2G的这个长者 你们怎么样去加强 那个努力看看 是不是有其他的一个 希望电信业者 怎么样 来提高这个优惠 提高这个鼓励的誘因 让他们手机也能够升级 是 是 最后面应该可以 一起 大家一起努力 我想 这个部分呢 我想我就拜托你们 这个 呃 也需要有 有这样的一个危机意识 否则只是跟民众讲说 我们有这样的系统 结果呢 这个障害发生了 我们才知道说 手机才收到 那没什么意义 疫情的作用最重要 这个部分 我已经提到 日本他们可以前30秒 就可以 可以有这样的疫情的作用 我们是到目前来讲 我看起来是没有这个 这个 我想我们会持续努力 持续努力 还有一个问题 我想跟你讨论 就是在房灾救灾方面 政府应该扮演的角色 那除了要宣导 房灾救灾的知识之外 那个规划的这个 房灾救灾系统 一定要 要能够落实 我觉得 美式地震完了以后 你们这个 这个 我们那个中央气象局 一直在强调 这个 不大可能 这个 这个 遗震也不会很大 我看你们的信息 都这样子讲 这个 未来 这个几天 不会有很大的地震 地震不会很大 不用准备逃生 之类的一个 这样的一个呼吁 好像是 给民众觉得说 大地震完了以后 就是准备 就是没事了 我觉得这个 这种民众 我想跟委员报告 基本上 如何带给民众 正确的资讯 跟知识 是政府的 不能够 就是说 排除的一个责任 但是政府的资讯 也不希望带给民众恐慌 所以才会 也许有一些 在他们专业上认为 应该不至于 再有大的遗震 所以有这样的说法 但是 确实应该考虑到 就是说 还是要有一些 憂患的意识 对 因为我们其实 如果是 实务上 如果是 遗震是很多次的 是 那都比 大地震之后 都有很多次的遗震 是 那其实民众 在恐慌的心理上 如果说 你們為了 為了要 去除他們 這個 這個 緊張不安的心情 那 先導上也要 也要謹慎一點 不要讓他們覺得說 好像 已經過了 地震已經過了 沒事情了 是 我想要更加周延 這個很容易造成 這個民眾的 心理的暗示作用 是 這個在 在災害的 防 防治上面 是有些困擾 那最後我想提到 這個 培養 正確的 這個 危機意識 那 裡面的資料顯現是 目前只有 十項 市井信息的完成 自動化的單點發送 測試到手機 所以 離到前面性的建構 到即時性的建構 這個還有段距離 事實上 我是 但是 說你們說 六月底要完全建構 我是有餘力的 但是我們期待說 你們在 這段期間 能夠好好來做處理 也希望說 能夠把這個整個疫情的系統 內 落實到 落實到 我們的這個 災害的 一個告警 細胞 這個 信息的一個系統裡面 是 否則這個系統 是 等於告知而已 我想各部分都會協力努力 沒有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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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主席我想請 我們 交通部 吳次長 請 吳次長 那什麼時候可以建構完成 剛剛我們這個 NCC還有 NCDR的同仁是說 大概在7月份可以 正式使用 7月份可以正式使用 但是依照目前 我們5月12號的時候 依然發生地震 5.8級的地震 有很多民眾 收到二三十者的通知 簡訊 造成擾民 那有多數的民眾 沒有接到通知 這是什麼情況 跟委員報告 這個事實上是 從第一時間 由氣象局把地震的訊息 送給這個國家災防科技中心 再由科技中心 轉請各業者來發送 那因為他現在是在測試的階段 所以可能有一些業者在配合上面 有一些參數 或者是一些系統的這個設定 不是很完整的狀況下 所以才會造成這樣子 讓民眾有一些困擾的情形 所以說4G系統 也沒有辦法說在同一時間都 五大電信都可以很準確的 發送簡訊到這個民眾的手機裡面 那更別說是2G 3G 跟委員報告 目前是2G的部分是沒有辦法接收 但是3G是可以的 那剛剛NCC的同仁也報告 就是說3A1號以後 認證的這些21種的手機 事實上都可以來接收 但是他也必須在一個可以接收到訊息的環境 比如說他如果是在訊號不通的地下室 他當然就沒有辦法接收 那我們很 如果目前來講還在使用2G的手機的話 我想絕大部分都是中高齡階層的這些 這些年齡層 那他們是最被需要做這個危險告知通知的 那是不是這樣子等於說 因為他用2G 他用了舊的手機 所以他就沒有被通知的這種權利 如果發生災害的時候 他也就是說沒有被告知的這個權利 是這樣子嗎 這個部分跟委員報告 事實上也許NCC的同仁可以說明一下 因為2G最終可能會把平譜收回來 那前一陣子行政院這邊也提供一些誘孕 來鼓勵2G的業者能夠升級到3G到4G 那但是在還沒有完全來做好這些替換之前 那我想我們如何讓2G的使用者能夠 怎麼樣其他的方式來提供相關的訊息 讓他能夠知道 我想這部分是可以來研究的 我們現在看到 就是說現在已經進入一個地震頻繁的一個週期 那你們到7月才可以建構完成 而且只針對4G的部分 而且只有21款手機 那我剛剛講的這些使用2G 3G的這些中高年齡層的這些 最需要被通知的這種災害防救的對象 你們怎麼樣有計畫的去這個改善 這個部分我是不是請NCC的同仁來報告 報告員我們現在目前是21款 不是說以後都是21款 因為3月1號之後實施的話到目前為止有 新的產品一上限的話一定要經過認證 所以21款目前有新上限的是21款 那3月1號之前舊的不管3G或者4G手機 我們要求業者要趕快對舊的手機能夠做升級 所謂線上更新的服務 那這部分會在規劃 那也有部分的手機業者已經在NCC的官網上 已經有預告哪時候的哪一個日期會提供所謂的線上更新服務 以上說明 那我繼續請教 就是說這種訊息的告知 必須要在23秒以後才可以接收到這個訊息 那我剛剛延續我們那個 我們陳舟破委員的這個 延續他後面 就是說我們沒有辦法做到像日本的這種災難的預告 但是我們在發生災難的時候的告知也需要這麼長的時間嗎 23秒 這個部分是不是能夠再節省時間 是不是可以說明一下 包吻所謂疫情應該 因為我們所知道的技術 地震是沒辦法事先知道的 所以當下當地震發生的時候 需要偵測從正央 然後要處理時間送到 比如中央氣氧器中央氣氧器可以再補充 這一段一定要花時間的 那這一段時間 依照剛剛有報告 5月12號 我們發現這一段時間要花了18秒 然後我們到我們系統 我剛剛也有報告 我們系統廣播到所有的手機 我們平均測試的結果 4G的話是5秒左右 3G的話要10秒左右 所以這個在技術上就是被限制 那所有的我們 業者的技術台 業者的系統這邊的廣播 事實上都是國際標準的一個系統 所以這一段時間 要廣播系統的時間 是必要的一個時間 那前面的前置時間 在收集 鎮央要處理這段時間 這個地方我們 觀察到這一段時間 要花了將近3分之1 或是4分之3左右的時間 以上補充 我繼續請教你可不可以 把這麼長的時間 來做系統的更新 把他 這個黃金時間能夠繼續縮短 大概在10秒鐘之內 包括文言之 我剛剛講有一部分要 由中央氣象局 把這些能夠在技術上裡面縮短 那業者這一部分的話 我們會 看看其他國家 同樣用這種國際標準的設備 是不是 有再縮短的空間 所以 那氣象局呢 氣象局有沒有辦法 來完成這個目標 委員好 我想這個 氣象局的作業 基本上是地震發生以後 震波傳到側站 側站收到以後 大概5到6個側站收到以後 就會開始作業 我想這個到底可以預警到 提前到多少 這其實看地震發生在哪裡了 那麼 從 一般的估計來講 如果說是 在比較 地震站密集的地方 當然它的預警時間會 會 作業時間會再縮短 那麼我們曾經評估過就是說 如果地震發生在島內 10公里內的這些地震 基本上在 所花的時間大概在10到15秒之間 在島內就要花10到15秒的時間 對 那所以 我們這個時間不能再縮短 再縮短 除非我再蓋地震站再蓋多一點 喔 地震監測站 對 地震監測站要再更多一點 其實 如果必要的話 就要來做這個規劃 跟做這個方向的討論 當然這裡面 就是說 再多到底要多到什麼程度 其實是要再好好去評估 當然現在氣氧局在做的就是說 希望把地震站的收入到的資料的品質做得更好 也可能去縮短這個時間 我們現在所討論的這些地震都發生在外海 比較多 是 如果說像 我很難想像說 如果我們大台北地區 正央在大台北地區的話 會是什麼樣的情況 委員是指災害還是說作業的情況 如果發生地震之後 所造成的災害 會是什麼樣的情況 那就看這個地震大小 如果像你講的23秒 23秒才能完成這種告警的通知 那其實你這個23秒已經 那就沒有什麼所謂的這種預警的一個時間 包委 就是說地震預警有一個盲區 大概在離地震發生的四五十公里到六十公里之間 這裡面的由於要作業的時間 需要那個時間 所以這裡面的地區是沒有辦法做預警的 我想這個不是只有在台灣是這樣 在日本也是這樣 大家一直在講說 說日本的預警做得多好 然後擠30秒40秒 其實我要跟大家澄清一下 他擠的30秒40秒是指的是 311地震以後在東京的時間 那距離有四百公里 那也就是說地震發生在北邊 然後我們在恆春的可以有預警時間 我想這個能力在氣象局是絕對可以做得到的 就是說如果發生在長距離的 一個地震的發生地 那震波到這邊的它的預期的時間 你說是這樣子 對 那預警時間是這個 是 是 就是說在它還沒有震波到達的時候 我們已經可以告知說 這個地方可能會有 會有多大的震度 其實我再說明一下就是說 以5月12號的地震 我們在台北收到的這個預警的時間 跟震波到達時間幾乎是相同的 那也就是說如果是在台中的話 可能就有好幾秒的時間做預警 那我問一個比較 我問一個問題 就是說我們這個 災害防救的訊息告知 到底能不能縮短到10秒鐘以內 可不可以 這個 技術上是有它的難度的 有它的難度 可不可以 做不做得到 而且我說實在這個地震 到底要發生在哪裡還是有 但如果要 要縮短更短的時間 可能誤差會有更大的 一個情況會發生 那麼我要考慮到 是不是會有誤報的這種情況發生 所以從綜合的考量來講 從作業的角度來講的話 大概是 在壓縮大概在15秒左右了 那我再回到原來的 我們剛剛提到說2G 3G的 就是沒有2G的 沒有在這個 21款手機裡面 那也不被 這個 訊息告知的對象 但是 使用這些的都是 都是老年人 都是在發生災害的時候 最不容易 最不容易逃離現場的 最有可能發生重大傷亡的對象 那你們 你們態度可不可以積極一點 就是說在7月份 要完成建構的時候 把這個部分納入檢討 把2G的部分也做一併的檢討 2G的部分 因為 他的執照到明年 就要到期 所以 基本上 OG是比較舊的系統 那這部分的話 在技術上 所以這部分的話 我們會要求業者 盡量有一些促銷方案 讓他轉到3G或是17系統 這部分我們持續有在努力 我知道你們在努力 但是你們會加快你們的腳步 因為我們現在是地震頻繁的時間 不是說你明年2月 這個合約期滿 那你就保證2月之前 都不要有大的這種天災地變 如果發生了怎麼辦 對不對 你們7月份的時候建構完成了 但是你們服務的對象就是4G嘛 部分的3G嘛 現在是21款手機嘛 7月份的時候是多了幾款 都不知道 變成說大家要買手機 還是說要選電信公司 就要 好像是一種 逼迫民眾 必須得來做它 不是它這種希望做的事情 不能說我使用這個電信公司 我拿了這一部手機 我才有被政府告知的權利 這不對啊 我想跟委員報告 事實上這部分在NCC 它那個頻繁管理上面 它有一個時程表 但是在那個時間還沒有到以前 如何來加強這2G的這個服務 我們是建議NCC回去 再做一些研究 好不好 好 那我接著請 時間到了嗎 好 謝謝 謝謝 好 謝謝 好 下一位請葉怡經委員 請次長 次長你今天辛苦一點哈 新局長 還有摘放中心林里副主任 或者直密也一起來哈 好 節省時間 又人好 各位好 我們上個禮拜一在這個地方呢 剛剛質詢報告過 災訪告警細胞廣播 這是NCC來的時候 那NCC說它的服務系統 建置完了 只要遇到5級以上 震度在4以上的地區 都可以收到警報 結果馬上 老天爺就給你們一個測試 星期四上午的11點17分 規模5點8級 照說台北 宜蘭 桃園 都超過4級的地震 結果這是首度啟用的 災訪告警系統 結果是 你們打幾分啊 次長你給自己打幾分 我想這個 還有很大的可以改進空間 這個應該誰來打分數 次長我讓你打 你不敢打 來 那 災訪中心 副主任 你給自己打幾分啊 哈 也不敢打分數 來 好 那我們交通動員委員會呢 我剛剛不是叫你一起來嗎 直密 哈 幾分 也不敢說 好 你們通通都不敢說 星期四上我知道你有自己出來說 我就沒有問你打幾分 因為你覺得你盡了你的力氣 我先請問 為什麼會有的人有收到 有的人沒有收到 為什麼 誰可以答覆我 誰都沒有關係 在座的五位 在台上的五位 為什麼 為什麼有的人有收到 有的沒收到 是不是要NCC來說 你們又要賴給NCC嗎 今天都來了 所以我們一起來討論一下 為什麼 來趕快 總要有一個人上來告訴我們為什麼 包括主委 這個很多的面向 很多的面向 是 第一個是 我們之前測的都是 因為沒有打擾到民眾 就是小區域各站 或是小區域的範圍測試 那五月時候 這個也很有大耶 這個也不是大區域啊 桃園 台北 是以整個縣市在發的 那每一個縣市之下的所有記憶台 理論上 因為我們之前的測試 沒有大區域的 所以沒有發現還有一些問題存在 所以第一個問題 沒有收到的問題是 有一些業者 在調教當中 像 有一家業者是把試機關掉 所以試機沒有發送 另外一家業者 他部分的參數 沒有辦法配合 所以有一些記憶台 我們去看到 有的收到 有的沒有收到 這是第一個 有關記憶台發送的問題 第二個 手機的部分 有的民眾沒有收到 那就牽涉到手機 有沒有經過認證的部分 那有的手機經過認證 他或許在信號地區不良的話 也有可能沒有收到 那這一次 5月12號 持續的時間是三分鐘 所以超過三分鐘之後 他才有信號進來的話 也收不到 以上說明 好 處長 我們今天是講災房 但是你講的你要記得 這裡都有錄音錄影有紀錄的 我已經注意到一個問題了 還有業者把4G關掉 蛤 這是要呼嚨我們4G的用戶 所以告訴我們付4G的錢 結果有時候它是關掉的 這個改天我們再來好好的討論一下 因為我們5月6號 5月6號已經有發生以上的地震 所以我們在檢討之後發現有一些問題要參數調整 所以業者剛好在那個時間點做參數調整 開什麼玩笑啊 被抓到了就說他在做什麼參數的管理 沒有這回事 4G的用戶 4G被關掉 這是另外一個議題 我們改天再來算這一筆帳 好來 新局長你可以告訴我一下嗎 為什麼 為什麼有人有收到有人沒有收到啊 沒有關係你再重複一遍 我知道你要說什麼 來再說一次 讓我 讓我 嘗試用一下 我在猜可能跟基地台的問題可能有關係 你把你的作業再說一次 是給通報中心 我們的作業 只要地震側報結束以後 地震報告出來 或是地震預警的消息出來後 就會把這個報告上網 然後同時把這個資訊放給這個NCDR NCDR再把它傳給這個監信業者 這是標準的作業程序 好就是先傳給在訪中心 在訪中心再傳給電信業者 是 非常好 我想局長你要再說一次了 簡單說就是我們地震呢 有一種比較快的坡叫做P坡 跑得比較快 那S坡跑得比較慢 那我們第一個先接到的時候呢 就先通常是P坡跑得比較快 就有一點緩衝的時間 可以讓我們的人民可以做一點緊急應應 沒有人可以預測地震 沒有辦法不要說你怎麼沒有預測 沒有這回事 全世界沒有人預測 但是因為台灣的浮原不大 所以呢P跟S 雖然有一點點差 我們在爭取這個秒差 甚至是秒差 這次三分鐘喔 還不是秒喔 是 那但是呢 也因為我們的浮原不大 所以這個差就感覺上就更小 我們可以接受 但是有的人有收到 有的人沒有收到 這是沒有辦法接受的 好不好 是 你要是跟我講S坡跟P坡的速度的關係 所以看 接到的時間差不多 那我可以接受 但是沒有收到是沒有辦法接受的啦 這個不是你啦 市長跟NCC 這個可以接受跟沒有辦法接受的 我們分得很清楚啦 是 好來這是房仔 這一次就算是老天爺給我們的測試 希望下次就不會再有沒有收到的 好不好 是 好 接下來其他都請回 我只要新局長 局長 我在上次呢 有問過你 我們特別在意就是 為什麼要氣象局留在交通部 就是因為我們希望交通部可以 第一訊息 知道這個在我們的整個 防災體系上面 交通非常重要 譬如說 今天下大雨結果 鐵軌被淹過去 如果這個資訊可以早點讓乘客知道呢 那乘客 也可以比較知道說 不是台鐵誘霧點 是因為 天災天候的關係 或者是飛機或者是 反正入海空都是啦 那好 我們除了地震頻繁以外呢 我們土石流我們也很擔心啊 水災我們今天講的也很擔心啊 還有 台灣還有一樣很頻繁的就是 颱風 又快要有颱風了 上次呢我跟各位就講過 這個是一個外國民間 民間喔 一個喜好氣象的人 他就做出這樣一個圖來 這個圖啊 我已經用他很久 非常好用 特別是在 颱風的時候 那個 颱風的動向走向啊 非常的好 而且很生動 他就會捲起來 然後有紅的 假設有颱風 看他是怎麼走 他還可以預測 好 那我就要求你們去做 是 你們有去做 是 好 你們聽說 你們很有把握說 可以做的比這個還好 對不對 我們來看看你們做的好不好 來 我很期待 來 秀一下你們的好不好 這個是我們的 這個是你們的 對 剛剛的是 另外一個 現在這個已經是你們的 可以告訴我一下 你們的跟他的有什麼不同 你們有什麼贏過人家的 我想第一個 請展示的把兩個系統看一下 第一個 我們視覺上就比他們好很多 哪有 視覺上好 這個是我們的 這是你們的 他的有跟你們的差不多 這是他的 這是他的 對 你不覺得說 我們感覺起來看起來比較舒服 有 你把台灣放大 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就是說 其實用發展這個系統 我們用的是我們氣象局的 數值模式的預報 那麼這樣子的結果 可以預測到五天到七天 那麼因為自己發展了 所以我們的資料會比 那個國外用全球的模式 來做得要更準確 因為你focus在台灣這個地方 對 所以五天到七天 那隨時我們以後的數值模式 如果我們的 廣格點越密的話 這些資料看起來更有意義 更有價值 甚至可以做預報 民眾都可以自己去做預報 是 將來這個網站也會像那個一樣 公開免費給民眾去下載 對 這個就在網頁上你直接可以去看 我們會發佈 正式發佈 非常好 那什麼時候可以完成 可以公佈 原本 原本在一個月前我們已經做好了 但是因為我們對那個顏色不太滿意 所以經過一個月把這個顏色稍微調了一下 我們經過測試 現在其實已經是 局裡面的同志認為它穩定性應該是夠的 已經可以做上線做測試了 任何時候都可以 好 好 那除了這個以外 你們還有沒有什麼新的 這個是 這是有雨量 有雨量 還有台風動向 還有很多不同的風向 對 還有什麼不同的什麼 這個 可能大家可以看到現在這個是雲 還有可以用把溫度 這是溫度 這是溫度 就是你的底圖可以選用不同的參數座 也可以做壓力 可以做很多不同的選擇 有沒有空氣 有沒有PM2.5 PM2.5 最主要沒有這麼網格的資料可以使用 那主要用衛星的資料來取代 但是如果你用衛星的資料的話 可能你在解讀上面 因為要有一個專業的素養 在才有辦法知道 到底是雲 還是低雲 還是PM2.5 好 謝謝你 好 那來 次長你再來一下 我剛剛讓你回座是看得比較清楚 次長 我剛剛已經說了 我們所謂希望 氣象局能夠留在交通部 其實最主要是在交通運能方面 怎麼樣可以減少災害 比如說危險路段的獄警室的封閉 台鐵高鐵 海運空運 那我們希望就是氣象局 它PASS這些資訊的時候 交通部門呢 也能夠把這些資訊 迅速的讓使用者知道 是 就是說 它給了災防局以外 它也給了交通部 那交通部呢 比如說台鐵 就應該趕快把這個資訊 給台鐵的乘客知道 高鐵就要趕快給高鐵的乘客知道 航空就要趕快給航空的旅客知道 我們可以做到這一點嗎 我想委員的提示非常的好 這個氣象局 我的提示不是非常好 我是要求你們去做 是是現在氣象局事實上跟所有的各局 都有一個彼此的一個合約關係 比如說跟公路總局跟這個高鐵局 特別跟高鐵局在地震上面 也有一些合作 在台鐵局 他們都有一些彼此的橫向的合作 所以這個資訊是暢通的 我們現在覺得公務機關 就是埋頭做自己的事 他覺得我知道了 我就趕快去做怎麼樣 防範這個災害 這是對的 這是好的 但是除了這個以外呢 你要讓民眾知道你在做什麼 譬如說 你要讓民眾知道 我現在在處理這個水淹過鐵軌 所以我們火車沒有辦法過 火車沒有辦法過 是因為水淹過鐵軌 會有危險性 是為了保障乘客的安全 如果你能夠很清楚的讓 使用者知道是為了保障他的安全 他才不會那麼急躁 他才不會情緒都發洩在我們的同仁身上 這對你們是好的 好不好 是 不是只有事啦 什麼時候可以這樣做好 這個跟委員報告 這個各局的步伐 雖然不太一樣 但是事實上就是說 委員剛剛提醒的就是 及早讓民眾知道最準確的資訊 然後他可以去配合 這個部分在公路總局 他就做得非常好 是 他在這個蘇花公路的時候 他就可以有疫警報 這個行動報 不同形式的這個預報 然後再比如說他要封路 他兩個小時前 他就已經去通告了 我想這個部分 我們會讓各局來做一個 是啦 彼此來合作 看起來齁 公路總局做得比台鐵好 但是其實也不是啦 因為公路總局他面對的是工程 他趕快去尋他的危險橋樑 危險路段 邊坡等等的 那台鐵不是 台鐵齁 他面對比較多的乘客 是 公路總局很簡單啦 你是公路出生的 我知道啦 他就很簡單 他發現危險的時候 他趕快警示 他趕快封路 封橋 那大家就覺得 他有做了 可是台鐵不一樣 台鐵只有說 霧點 大家霧點 台鐵常常在霧點 以為又是人為什麼 等等的啊 所以就會怪台鐵啊 其實台鐵也是去做公路總局 一樣的去 去維護那個安全啦 所以這一方面呢 要加強一下 是 再來努力 好 謝謝 是 是 是 好 我們接下來請蕭美請委員質詢 好 謝謝主席 好 請次長 請次長 謝謝 蕭美好 市長喔 昨天出發公路 又發生嚴重的貪方的問題 是 有 大的落石喔 是 那麼我們感謝上帝 昨天是沒有造成這個車子路人的傷亡 是 是 但是啊 這個看到這麼大的這個落石下來 大家不免心驚膽跳 是 因為這個幾乎都是運氣 是 運氣喔 剛好沒有人過 是 運氣不好 我看到這樣的石頭 其實很難再生存的 所以我想這個問題 我們還是長期在關注 是 那我們特別在今年的三月 我們交通委員會有安排考察 也就剛好是這個路段 就是大清水跟崇德之間 也就是我們擔心未來在蘇花改 這幾段工程順利完工之後 是不是有一些遺漏的路段 還是有具有它的危險性 那需要做改善 那當時考察的時候也特別請公路總局 來做相關的評估 怎麼來改善這個路段的安全 那當時公路總局也跟我們回覆說 這已經在做有相關的監測 有警報系統在那裡 但是發生這樣的事情 我們的預警系統有任何的作用嗎 這個石頭掉下來之前 我們有任何的警告或者是預警 這個具體的個案是不是請局長說明一下 對這個案子有沒有 跟委員報告 那這個地方的話 我們是那個 正在做一些互波的一個改善工作 所以這個地方是有人在做一個監看當中 那因為這幾天是 我們整個南澳和平地區是連續的一個地震 所以它整個一個上邊坡的部分 尤其是說我們更遠的地方是有問題 那整個來講的話又加上說 又地震後又下雨 當然我們這整個監控的部分 第一個就是說 在雨量監測的部分 我們是打巴折在做一個處理 就是說它雨量有到一個程度 我馬上就迅速做一個封路 那另外就是說 所以在昨天這個落石發生的時候 我們是處於封路的狀態嗎 還沒有 還沒有 所以顯然我們的整個預警的系統 還是有問題嗎 對這個部分我們本來就是 沒辦法說百分之百的一個掌握到 那本來就是一個風險之災 那剛剛局長提到說 這個地方本來就在做護坡 那這個落石的區塊 它之所以鬆動 剛剛提到有地震有大雨 那跟我們正在進行刷坡的工程有關嗎 應該沒有關係 它的石頭說不定還更遠 我們還在確認那個石頭的位置 它是在工程以上的地方嗎 對有可能 或者是在工程的範圍之內 因為我想我們其實 花東居民最擔心的就是這種問題 每一次走蘇花公路 大家就是提心吊膽了 那瞬間大雨 你有時候已經上路了 甚至是這個路段 過去被認定是相對安全的路段 但是它還是發生 或者是沒有落石過的地方 它還是發生 邊坡有超過1000公尺以上的 我們就 那個我們大概能夠處理 大概100公尺左右 那再上去的部分 我們沒辦法處理 你不能就雙手一攤說 沒辦法處理 這是我們一些風險的關於 這個性命就是任由你們自己去看你的運氣 也不能這樣子 我們國家 我們整個行政系統的責任就是要 讓交通可以保障人民的使用的便利性跟安全性 這我們會盡力去做 那如果說這裡還是有它的危險性 我們應該更積極的去尋求改善的措施 我當然也知道你們正在進行邊坡互坡的工程 其實我每次看這些工程人員 像蜘蛛人一樣在那上面刷 我也是很不忍心 因為這個也是高度危險的 萬一這上面剛好又有工程人員在那裡 真的我們也是於心不忍 那在雨這麼大的時候 我們更不忍心他們出去再擔任這樣的一個職務 但是為了守護人民的安全 有時候我們還是需要有人在那裡做交通管制 有人在那裡做這個警告 那你們過去去設的這個 在3B上去設的這些監測系統 有關這個落實的監測系統 難道這次都不管用嗎 還是這個地方沒有設 包括委員那個偵測的部分大概有一些特定的範圍 比如說我們過去115.9那個地方 那我們針對確定的區塊 它的一個監測 所以你說這個區塊從來沒有設過監測嗎 這個範圍太大了 而且高度那個更上不去 所以那我們就是總是有安全很嚴重的安全的漏洞嗎 那我們不能一直假設說這裡 我們這個地方我們用的方式的話 他只能說說用UAV這個直升機飛上去看 那偵測它這個邊坡的目前的一個狀態 哪個地方有危險性 不過現在有UAV是蠻普遍的 幾年前其實比較少 但是現在這麼的普遍 那我是建議你們還是要全面的做一些 這個全面 而且是經常性的做一些 這個目測跟安全上面的了解 因為這樣的狀況 其實我們如果已經看到可能潛在鬆動的石頭 其實它就是一個嚴重的預警區 那最近真的地震非常的頻繁 那再加上下大雨 這些事情隨時都有可能發生 那我們都還鼓勵鄉親說最近都不要走這條路 可是有的不得已 有的要搬 他的蔬果要運到台北去賣 有的車子他是不得不走 那有一些鄉親我們可以鼓勵他說 你最近搭火車 那車票又買不到 所以怎麼樣我們都是遇到困境 我覺得這個真的對華東人是非常不公平的 所以我想這個路段的改善 你們還是應該積極去研領措施 不要說我們上次3月份這個考察之後 就沒有後續的這個下文 這個還是要積極的來做處理 那另外就相關的交通管制措施 其實另外一個讓人痛苦的就是 有的車子走到一半了 然後發現前面有落石有障礙有塞車過不去 但是它也無法回轉也離不開 就整個就是卡在那裡 那形成一個車震的狀態 但是我看你們其實今天很多人 我們在討論這個NCC的這個告警系統 公路局之前也是有在這個特定的範圍之內 也是有發送這個簡訊的這樣的一個系統 可是顯然很多人還是沒有收到 甚至我主動進去你們的這個application 你們有設計這個app的這個相關的程式 最近的一個update居然是5月14號是前天的 是下午1點47分的交管措施 那昨天難道這邊沒有任何的交管措施嗎 那我要來了解蘇花公路的即時路況的時候 你們能夠提供給我什麼樣的訊息 我怎麼找都是找不到啊 甚至不如民間團體 有民間社團自己花錢花人 隨時走動那個公路拍照 有這個臉書上面的 這個蘇花公路的即時路況的一個 一個告知的一個系統 民間都做得更細緻更完整 那為什麼我們已經花錢去設置的這個科技 這個application 它的相關的系統一直的 經常會延誤 那民眾要主動了解官方的這個警告系統的時候 要了解現在的路況 我到底能不能夠上路 這個資訊卻是delay好幾天的 昨天像剛剛蘋果那個照片也是我們同仁拍的 那基本上來講是說 我在5月14號 因為5月14號是第69號的一個地震 所以我會有一個訊息 我會做一個處理 但是5月14號那個到現在 就是說大概有邊號的地震的話 那中間是沒有 而且那個並沒有達到一個封路的一個狀況 所以那個石頭是我們落下來之後 所以昨天這個狀況發生之後 你們也不覺得應該要封路 目前那個地方是還好 我們有人在現場上 你覺得這樣子還好 跟委員報告 我們那個石頭在現場有人在處理 那在我們還不了解這個上面 石頭是不是還有其他大石 可能會掉下來的狀況 你們都覺得還好 報委員我們下來之後 我們馬上會做一個確認 你們不需要給民眾任何的警訊嗎 即便是單向通車或是什麼樣的狀況 我們要上路的人 他沒有權利知道這個狀況嗎 如此的危險 你都覺得還好 警廣的部分有在 這樣的狀況 你會鼓勵你的太太小孩 這個訊息都是我們發布出來的 都是我們發布出來 我們是跟媒體 跟那個警廣這邊來做一個發布 那當然 可是今天我是一個用路人 我怎麼知道我要去上 蘋果還是上哪一家的媒體去看 有沒有照片 我們第一個訊息給的是給警廣 我要上的是公路局的這個系統 一定是公路局 一定是公路局 那你警廣的那個廣播 從花蓮到宜蘭到台北 中間那個電台還要換好幾個電台 還不是每個地方都收得到 現在大部分都收得到 大部分的人要去上你的那個application 要主動了解最新的一個官方系統的時候 我們的更新卻是這個落後 這個落後好幾天的一個狀態 我覺得這是無法接受的 我覺得這部分要好好的在做一個檢討 我們要的是最新的路況 假使我現在就要上路 我現在就要知道這個公路 現在的狀態是什麼樣子 有沒有封路 有沒有單向通行 有沒有在輕落實 有沒有新的這個落實的狀況發生 其實我們這是一個基本的權利問題 我們不能保障它基本的安全 但至少要保障基本資訊 能夠讓所有想要使用這條路的人 能夠了解跟掌握 那除此之外 這個因為最近 接連發生地震跟下雨 越來越多的鄉親 覺得說我還是要來搭火車 很多團體出遊 同鄉會 進鄉團 本來要團體出遊的 有遊覽車的 現在又要回來說 那我要加掛台鐵的列車 那台鐵現在碰到什麼問題 只要這個車上 而且不要求什麼普悠馬太魯格 加掛一個舉光號都不行 只要車上有空位 就不准加掛 我可能一團是80個人 100個人 可是你只要車上還有20個空位 你就不讓這些鄉親來做加掛的這個申請 這樣合理嗎 你要大家到最後一分鐘都還不確定 我到底有沒有車子做 還是我要冒著生命危險去搭乘這個遊覽車 我到底有沒有火車 這個是一個基本的安全問題 那為什麼團體出遊的這個加掛的這個申請 這麼的僵硬呢 是不是讓陸副局長說明一下 台鐵陸副局長 跟委員報告一下 因為鐵路速運都是計畫性的 剛剛委員提到 如果團體有這個需要的時候 我們確實會用加蓋或加掛 但是加掛 因為它這個列車的長度 它還是會有一個極限的 如果說這個列車 譬如說我們現在大概最多 以舉光號來講 大概連機車大概最多只能到13個車廂 因為那個牽涉到一個月台長度的問題 如果它在容量還許可的情況 我們原則上是不會拒絕的 沒有你們原則上都是拒絕啦 你們都會回覆我們說還有空餘的座位 我們不會用這種方式去處理這個事情 所以就拒絕了可能空了20個位置 但是拒絕了一個80個人或100個人的這個團體的 我想應該不會有 如果委員這個情況 我們可能會跟委員 如果有這種個案我們會了解 應該來講是不會說有這種說 還有20個位置 這種的不是個案 這是經常性的狀況 讓很多甚至是 飛機票都買好了準備出國 可是從花蓮到桃園機場 這個交通都還不知道 要怎麼去解決的這個狀態 團體出遊 如果說我們的容量許可 車輛許可 原則上是不會拒絕這種團體申請的 那我想這個部分 我還是希望你們有更大的彈性 只要有花東居民 他有使用鐵路的需求 不管是個人也好或者是團體 我們只要有空間 就應該要來做這個加掛的措施 那最後啊 這個我們到520也只剩下不到一個禮拜的時間 那我們過去啊 這個交通部一直在進行的這個 這個花東快速道路的這個可行性的評估 三月已經完成了 可是遲遲到現在都不願意公布 這是什麼道理 是想要等到520以後再公布嗎 是這個政府做完的評估 但是拖到現在 三月份就已經完成的評估報告 期末報告 但是到現在都還不願意公布 不是因為報布以後 我們也是遵照之前很多委員關心的 應該要把整個評估的面向再擴大 所以我們包括醫療這部分的需求性 我們就請那個衛生福利部也一併來表示意見 所以我們大概之前大概就是經過這個程序 所以你們期末報告你們宣稱已經完成了 可是你要發現期末報告裡面很多因素沒有評估到 不是 就是根據上一次那個委員會裡面 很多委員關心 我們應該要把這個評估的面向再做得更充分一點 所以我們部裡面接到公總報上來請問報之後 我們分別請各相關的部會再給我們一些意見 然後我們蒐集了以後 我們可能會再請公總 就原來評估的這個所謂經濟效益 不是很高的這個因素 可以再去做同一個檢視 那你們的事程到底是如何一改再改 一改再改已經民眾有知的權利 對 跟委員報告 那個本來這個是一個整個肯興研究報告 他報上來以後 我們一定會有一個所謂的這種 跨部會的這個意見 討論的一個程序 這是必要的 你們從去年底就拖到現在了 那個我們是三月 從去年 甚至是更早 前年其實都已經差不多完成了 我們會加快這個部會的意見的這個匯整 然後另外就台九線拓寬的部分 說國發會要求你們再提供更多的這個資料 這個有回覆嗎 這有辦理了嗎 跟委員這個部分我們現在處理當中 我們大概會這個禮拜應該會再做一個整身務 這個禮拜會再送件是不是 對 對 他所要求的補充資料 是 那這個期末報告到底什麼時候會公布呢 我們已經報布了 那由部裡面來處理 所以現在是部在重寫這樣 沒有 就是從 在部裡面邀請各部會再來提供更廣的思考 那你們的時程是怎麼樣嗎 這個大概大家都有知道的權利啊 是 你到底內容是什麼 我想我們之前請各部會回覆的時間 應該是在五月中旬 我想我們會盡快在這個月底 你們的時程真的一拖再拖 因為各部會 本來去年年底就可以公布的東西 你拖到現在 跟委員報告 事實上公總這邊是三月整個那個 他完成他們那邊的審查程序 然後才報到部裡面來 那後續當然就由部裡面這邊 在做部裡面 該處理的程序 那我想我們會盡快 把這個各部會的意見 整理出來用 那你怎麼會盡快是什麼時候 我想我們五月底前 我們把這個意見 再請公眾 這個又是一個新的承諾啦 一直在改啊 所以我們會盡快 如果可以快 我們會越快越好 接下來請鄭運鵬委員質詢 主席各位委員 那各位首長大家好 那是不是可以請吳次長 請次長 請次長 政委員好 欸 次長好 辛苦了喔 那我問一點報告裡面沒有的 所以如果次長有需要我們其他的首長上來的話 你就直接請他們好不好 那今天我們的交通部災害防救相關業務裡面 有提到很多 海上路上都有 高鐵也有 但是沒有提到機場捷運的 防災的相關計畫跟措施 那所以需要胡局長 來 請胡局長說明一下 好 那 局長好 首先我們來看一下之前幾個狀況 那2012年 在我們的那個五陽高駕鋼通車的時候 應該次長跟局長還有印象嘛 我們有那個 因為大概有 有些駕駛人有 懼高症 那他不曉得五陽高駕 大概是形容說是 那個叫雲霄飛車嘛 有些藏心的駕駛人 看到上去 上去之後不敢開 那因為五陽高駕的高駕段 大概最高有到46公尺 大概十多層樓高啊 他這個 然後他在上面下到不敢開車 這個也很危險啦 他不敢再開下去 因為旁邊風景太壯麗喔 所以有發生這個狀況沒有錯啊 後來他打電話 請我們遠景幫忙協助他開下車 這個狀況有發生過 對沒有錯喔 所以那個時候的確是麻煩對不對 是是是 那來 適應上的問題啦 適應上 那現在還有沒有這個狀況 最近應該沒有吧 現在沒有是不是 沒有沒有 大家都沒有懼高症了 對 好 那開車已經在車子裡面 所以我覺得還算安心 那我們來看下一個 那這個是文湖縣 那那個時候在應該 剛通車的時候 2009年吧 那時候也有一次發生的狀況 停車 然後後來大家 乘客在直接在軌道 高架軌道上面要疏散 所以他們走下車 這個新聞次長還記得嗎 記得 這個文湖縣沒有那麼高啦 大概離地10多公尺 頂多到10多公尺 所以大家走下來的時候 秩序還算正常 但是那個時候新聞也蠻轟動的 大家覺得不可思議 那個時候也造成文湖縣 有很多人不敢坐 甚至到周邊的房價還上不太來 這個狀況 那所以有高架路段都會有這些問題 然後我們再看下一張 這個是機場捷運 機場捷運看起來光拍照 都覺得很壯觀 因為它的高差很大 最高到44.2公尺 那這個是我們機場捷運裡面的一些討生梯 這個大概是四層樓高的討生梯 我不曉得說我們交通部哪一位長官 也沒有實際上上下過 局長上下過 你會怕嗎 剛才五陽高架就有駕駛嚇到說 他不敢開車 那如果說在機場捷運通車的時候 應該他也不太會坐到一半公被漏車 應該不至於發生這種狀況 但是他如果因為這麼高的44.2公尺的高差 那發生譬如說地震 在上個禮拜地震的時候就有停車 那如果說突然地震下到心臟病發 這個14層樓高的 這個14層樓高的討生梯要怎麼使用 這是不是可以請局長說明一下 在這種狀況地震有可能嗎 或者說突發狀況大雨 或者有各種狀況的時候 這個逃生梯實用嗎 如果碰到在這個列車 因為在這個路段 因為其他原因造成這個列車不能動的時候 基本上是有一些其他應變的措施 但無論如何應變 基本上剛剛委員所質詢到的是 這個列車或其他救援車 不能把旅客送到鄰近的車站 對 那個時候我們必須要採取 這個旅客下車去走這一段 局長跟你請教一下 因為現在我們的全長是52.1公里 對不對 對 我們機場捷運 對 然後所以我們機場捷運 因為高價的關係 他不太使用討生梯 那他就要用車頭把它調到 最鄰近的車站 是 對不對 那在這種狀況之下 有些乘客會慌 是 然後你要等他只有南北各一台 調動的車頭 是 他等到來再載的時候 那個時間會花很久 所以我們要怎麼疏散 還是就請他們都在車上等 不會發生文湖縣那種走路 走到車站的狀況 基本上我們會考慮優先讓救援車子來拖 來拖這個故障的車 救援的車頭 對 救援的列車 列車 列車然後用換的方式 對 拉著之後換的方式 那是 好 那要換車的話 你就要下車再上車 對 有時候高速公路上面 或道路上面也有巴士會這樣子 那這個如果有人不敢走怎麼辦 或者說他是坐輪椅的 你們要怎麼處理 輪椅的部分我們要去想 我們將來還要再去想 因為 沒有想過 有想過 有想過 那基本上如果在高鐵的經驗的話 基本上必須要動到這個雲梯 這個雲梯車 我們雲梯車現在最高多少 最高 抱歉這部分我 應該沒有 44.2公尺應該沒有 然後雲梯車在這種路 它雲梯車它要高的話 一定要 它的車身一定要重 一定要長 這邊應該也沒有辦法 對 所以它也不會在你選擇雲梯車可以用的 可以用的路段上面去 這張照片上面看起來旁邊那個橋下是有道路 我們最怕是沒有 所以目前我們的系統裡面 包含這些疏散 如果萬一它要在高架道路使用 要下車換車的時候 現在就是換車 另外一台列車來停在旁邊下車 我們沒有考慮到行動不便的人 我們也沒有考慮到突發狀況 就是說如果有人真的會怕 我飛下車心臟病發 我們沒有其他方式 就直接走下來 是 就是這樣子 是 好 所以就這幾點 我來再跟那個局長請教一下 其實這個44.2公尺真的是高 台灣最大的雲梯飛車的落差是56公尺 沒有差多少 但是這個上去的時候會怕死 都要用徒步來解決 來下一張號 現在的問題是這樣子 就是說14層樓高的逃生梯 它要怎麼使用 所以局長您有走過 真的到萬一時根本不能用 如果是真的行動不便的 需要單駕的 它不能用 一定要等車來 一定要等車來 那這樣怎麼辦 我們現在講的是 今天講的是災害防救 這個就屬於救的部分 沒辦法防 那是要怎麼處理 只是它完全不實用 如果說是碰到真的行動不便的話 就像剛剛講的 我們要匯同其他的救援單位去思考 適當的方式來處理 那其他救援單位是誰 我們現在的機制裡面 其他救援單位是誰 消防單位的 通常來講是消防單位 消防單位 消防單位距離這些 因為這條機場間實在有夠遠的 是 兩站之間有到5公里的 消防單位到這邊來的 通報到這邊來要多久 是 你在上面也沒有電動台車 是 你對不對 你就只能靠新的車頭 那個列車過來 是 這個不實用的 就 逃生廳也不能不設 但的確是 用途不大 是 那這個有沒有其他方式 或工程機具可以解決 我想這個部分可能我們還要 還要再去研討一下 就是跟周圍的方法 我們沒有研討過 是 這部分我們因為我們還要 動作 動作沒機會輸這樣子 我們要跟這個營運單位一起來做討論 因為也需要匯同相關的救援單位 局長我之前跟你請教的時候 是 現在機場捷運發生那麼多狀況 那我們 台北捷運在剛開始通車的時候 離展20年前 高鐵在剛開始通車的時候 其實大家都 社會都沒有什麼信任感 機場捷運我覺得疑慮更深了 第一次有這種六度跳票的 所以您覺得現在我們沒有災害防救的 相關的措施跟準備 所以就用這種逃生梯 或其他車輛調度的方式來 那這樣子 你覺得一開始大家敢做嗎 裡面還有外國觀光客 我想這個部分我們要進一步 來去跟這個 好 局長我跟你說明一下 是 我們回到前一章 在機場捷運的狀況下 你就算想用別的方式 飛軌道的都不太可能 第一個雲梯車不可能 對不對 第二個你要用直升機也不太可能 為什麼 旁邊有些段落還有舞陽高架 你根本就不太可能 然後那個比較高 他的風切還蠻大的 幾乎不可能使用 所以你不要說大量的人員 從高架段疏散 你光一個人行動不便或心臟病突發的 你要疏散都很不容易 那這個你是不是思考看 有沒有什麼其他方式可以解決 現在我們的高架的車站 也沒有做電動台車的設置 這小台車先過來載一下也不行 也不可能用人力的台車 這個的確是很大的漏洞 是不是局長有可能說 我們在通車之前 反正還要體檢一段時間 把這個段補起來好不好 是 好不好 這個麻煩局長 好 下一段 好 下一個問題 這個不用了 下一個問題 第二個問題是這樣 我們發生像地震 我們最近剛剛地震大概三級到四級了 它兩個佔據有可能達五公里的 那你現在沒有其他的 自動化的巡軌方式 它就必須要用人工巡軌 一次巡軌要兩小時 所以停了要兩小時了 現在還沒有載客還好 如果一旦發生這個狀況 那它就只能用人工去巡擬變換 都有問題嗎 有沒有哪邊裂縫比較大 那我們為什麼沒有架設到 智慧型的監控系統 IBS這一類的 這個請教學局長 我們這個這麼高的 一千多億的預算 那我們現在一定要用人工去巡軌 報告委員 我不知道您說的所謂 這個智慧型的監控系統 就巡軌的部分是怎樣 他現在我請教過 那個捷運公司 他說就有人工的方式巡軌 要用走的 他才知道說哪邊會有問題 那巡軌一次要靠人去走的話 要兩小時 對 有一些巡軌的作業 基本上就是要靠人工 但是你 但是這一段的確特別長對不對 52公里 對 機場捷運 我知道 那現在沒有 譬如說用那個攝影機的方式 沒有這種智慧型的監控的系統 這個可不可以架設 您研究一下 我覺得這個部分是可以探討 是可以探討 是可以探討 不過有一些巡軌的作業 你其實用其他的監控系統 也沒有辦法達到 所以還是要靠人工 還是得要看 對 但是現在 因為長度太長了 如果說一旦 一旦影響重大 因為通機場 所以一旦如果要停兩小時以上的話 都不要說發生問題 你光尋確認沒問題都要兩小時了 這個的確不符合效率上面的需求 跟大家對機場捷運的想像 了解 那第三個問題 就國際旅客那麼多 我們反恐是如何處理的 現在它有出入關的問題 從機場延伸 你從A1站就可以出關了 那現在國際旅客這麼多 然後中國旅客也這麼多 那有很多國際上的紛爭 也不是我們能解決 它中間還會有過戰 我們這個反恐目前有沒有對於 機場捷運的反恐機制 然後就在演練 會有一套標準作為程序 目前還沒有 沒有 是 目前 那在那個 我們在桃園機場有沒有 反恐機制有沒有 桃園機場有 桃園機場有 不過我們現在在這個 行政院的災訪 目前在應該 在今年嘛 本來如果沒有 如果沒有這些意外的話 沒有這些延誤通車的話 現在早就該通了 可是我們現在機場捷運 既然要方便旅客 從台北車站 A1站就可以出關的話 我們到現在卻沒有 卻沒有防恐的機制 那行政院不是有防恐辦公室嗎 是 所以有兩大漏洞 今天有看到 第一個就是說 你在高價段 如果人員有緊急需要 撤離的時候 我們沒有機制 第二個 我們已經出關了 卻沒有防恐機制 那這兩個大問題怎麼會發生 我想請教一下 市長您是不是可以說明一下 我想整個懷恐的作為 事實上是要先從勤收開始 最好能夠阻結於境外 那如果一旦進來以後 那桃園機場這邊 也有一些 它的這個懷恐的措施 如果需要可以再跟委員報告 市長你去看現在的狀況 歐洲的狀況 都是境內的 那現在我們是因為從 從機場就已經延伸出來的機場捷運 你已經是可以出入境了 所以如果我們都沒有這個機制 那你的訊息也未必那麼快 那這一段我們到現在負資缺乳 那你還要講災害防救 就是幾乎你沒有防 你只有救嘛 結果你發現說在上面也沒辦法救 如果我是恐怖分子 車子就停在高架段 目前 你沒辦法疏散 沒辦法處理 在捷運或者是在機場 一般是增加巡邏的見景率 那我們在機場 那這個集結的部分 我想應該參考這樣的方式再去加強 好不好 那個市長這個怎麼加強 我們現在連機制都沒有 我們如果市長現在所能承諾的 要去建立這樣 所能承諾的機制你要怎麼建立 就是跟營運單位去協調 看看怎麼樣建立這個環孔的監控機制 市長這個重要 這是國際旅客做得最多的 確實是很重要 所以很離譜 完全沒有機制 完全也沒有疏散的機具跟設備 所以這個部分是不是盡快補救一下 再加油 謝謝市長 好 我們現在休息10分鐘 大概請問他 過來 OK 拜託 各位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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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性 感谢观看 感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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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感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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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感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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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性